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恩好 我是靖恩 比格文明的名种榴莲S17 近来成功向农业部申请注册 列入农业部名种榴莲名册 注册号码为D212 榴莲园主萧秀卿向本报记者表示 他是在2019年向农业部提出注册申请 农业部官员曾经两次到访他的榴莲园鉴定 并于今年的6月16日批准相关申请 而他是在7月初收到信函 事实上S17的原产地并不是比格而是本真 但比格农民在40年前开始购买S17的榴莲苗种植 让S17至今成为比格文明的榴莲 许多老涛到比格吃榴莲的时候都会问起 有没有S17 肖秀卿相信 比格的地理环境适合种植S17 所以S17的品质会比他的祖先 也就是笨真赤字来得好 目前除了比格、三合港、拉美式和笨真之外 肖秀卿暂时没有听闻其他地区有种植S17榴莲 他也强调早年市场上曾经出售D17榴莲 让许多人误以为D17就是S17 但其实这两者是不同的品种 柔新捷运系统RTS将于2025年渐峻启用 届时每小时的载客量将会有高达1万人出入境 柔佛州务大臣纳都温·哈菲兹说 本地现有交通系统恐怕难以复合 因此州政府希望交通部能够尽快成立专案小组 从现在开始研讨是否需要在新加坡建设轻快铁LRT 大臣今天出席柔佛房地产博览会 也向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玛提到 州政府需要探讨的课题还包括年久时休的组屋和非法木屋区 大臣表示 新山县是柔州人口最多的县属 非法木屋区数量也是全柔之冠 根据统计 新山县内共有8000个非法木屋单位 州政府计划在5年内将3000个非法木屋单位移走 重新安置居民 尤其是位于沿岸地区的非法木屋区 一名女童喝了一口包装饮料跟婆婆说饮料很苦 女童的一句话让妈妈警戒起来 这才发现饮料竟然已经臭酸且生虫 这名母亲在脸书发文说 虽然她有听过该饮料会生虫 但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中招 她说因为想要让女儿戒掉奶粉 所以会在早上让女儿喝一小包的饮料当做早餐 然后才去上学 当她听到女儿申诉饮料苦之后 这名母亲就把饮料挤出来 先是发现里面有结块 接着摇了一下让饮料均匀 继续挤的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结块和虫子 甚至散发出恶心的味道 这名母亲后来向卖家反馈 对方也没有推卸责任 说会反应向厂家指导 这名母亲也建议民众 以后让孩子喝包装饮料 应该剪开包装再倒取杯子 才能比较安心饮用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州日报新州网